路射角跟反射角它的那一個力學的原因 因為我們要讓球往這邊走 我們讓球往這邊走 那我們會讓球是這樣過去 所以當你要點一連的時候 你的棒對著三連 那你的路射角會這樣過去 當你要點一連的時候 那反過來如果你要點三連的時候 你的棒頭是要對著一連 它在這裡 往三連走 這是第一個角度的問題 那把角度搞定了之後 接下來就是你對於 身體的掌握 那好球帶的設定 好球帶的設定的話 會希望你們 一開始就放在你的好球帶的 最上緣 好球帶的最上緣 那你一開始就把你要點的角度 固定好假設我要點一連 我一開始就創造好我的角度 之後我把它放在好球帶的最上緣 然後放在好球帶的最上緣 那這個時間點的時候我的眼睛看得到 那個擊球點 也看得到投手的出手 所以它三點點這一線 那你去讓那一顆球 進來碰到擊球點 然後創造出這個軟打 那把它放在好球帶的最上緣 的原因是在於 你已經顧好了好球帶的最上緣 那基本上比這個再上去的 你就可以不點 因為你已經在最上緣了 所以當它比這個還要高的時候 就是一個壞球 那壞球的話我們就不去點了 因為壞球收起來就好 那好球帶的下緣 最下緣我們怎麼去設定 完全取決於你的身體 你的下半身 你的身體不是用手去移動 因為手一旦移動 你的角度是不是就變了 因為你角度已經創造好了 那如果你只動你的手 你的角度就變了 所以我們把創造好的角度 隨著你身體的上下 去做反應 所以好球帶的最上緣 到好球帶的最下緣 當你還要再改變你的角度的話 它就是壞球了 所以你需要做的就是 你設定好你的角度 等它放在最上緣 看球 那你的判斷高低 就是由身體去做判斷 最低就到這個 再下去 就放掉了 再下去就放掉了 所以你會很清楚的 把你的好球帶的設定 高低帶出來 那我們去設定好角度之後 接下來就是接球 接那一顆球 因為你把角度 設定好了之後 就是等球進來碰棒子 再過去 可是我一般可能會 比較中間 等要點的時候再過去 那就變成是灰擊的感覺 灰擊就容易miss 灰擊就容易miss 你想想看 如果我們拿一顆球去丟牆壁 牆壁的角度已經固定了 所以你丟它就往那邊彈 你丟它就往那邊彈 它變成一個定律 可是那個如果不是牆壁 你不知道它要往那裡彈 因為它會變 那如果你讓你的手的角度沒有固定 它就會變 那會變的話 再加上那顆球也在變 那它的變數就變得很大 所以我們先把角度做好 把角度的變數先降掉了 那之後高低我們去選球 之後等球進來 確實的看到那一顆球 擊中你的球 擊中你的球棒 這是一個關鍵喔 因為很多人把角度創造好了 球進來了之後就 隨意了 因為它沒有看的 因為感覺好像就OK了 但是通常在最後的時候會miss掉 最後的時候會miss掉 它比較可惜一點 然後 還有一點就是 我們棒子拿出來的時機 棒子拿出來的時機 想請問一下各位教練 在沒有看抖的時候 沒有看抖的時候 你們的棒抖 小朋友的話 就是完全就是 比出來等 還是先不比 等投手要丟的時候才比出來 都有 都有 按照不一樣的 情況下去設定嗎 有的時候是先不要比 有時候是要比 是這樣 比較 比較好像比較傾向於這樣 那 站的部分的話 站的部分的話 腳部分的話 大家比較常用的是打開的 還是有的是 close的 還是完全是平行 哪一向比較多 打開的 打開的比較多嗎 打開的比較多嗎 打開的 那有關起來的嗎 也有關起來的 那有在中間的嗎 也有中間的 好 那我解釋一下 不一樣的點在哪裡 當你 如果你今天要慢抖的時候 你已經把你的腳 打開的話 你已經確定打開的話 那表示 你如果要做揮擊的時候 你的身體的旋轉力道 是沒有那麼大的 你頂多只能碰到球 而且 如果你今天要點 半抖的時候 假設我們今天沒有先比出來 假設沒有先比出來 但是你準備頭殼要丟的時候 它要打開了 才能夠點 所以你的第一個啟動點 可以讓對方來判斷 你要半抖 因為你要先打開 才能點 所以你的第一個啟動點 會讓對方知道 包括我們也可以去教育 我們的一雷手跟三雷手 當你看到對方的腳先打開 因為他不會這樣打 所以他如果先打開之後 他就是接著下一個動作 就是要慢走 那就是表示 那一個隊伍 或者是那一個小朋友 他的慣性是 先打開再短打 那我們可以在他短打之前 我們就先進來了 因為他這個後面就是接短打 那有的是 會 退後腳 再短打 那就是close 退後腳 再短打 那相同的意思 你在還沒有點之前 你先告訴對方 我準備要點了 我準備要點 我準備要點 因為這兩個動作都不是要打擊 這兩個動作都不是要打擊 所以 在美式的訓練裡面 他會希望你們完全不動 這兩個點是完全不動 你只需要轉過來就好 你只需要轉過來就好 因為 轉過來 就把角度帶出來 在最高點 之後我們就只有上下的移動 我們就只有上下的移動 而且 因為 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踩 我還是可以揮擠 所以我要配HIT RUN 或者是要配什麼 不會提早 讓對方知道 我是不是只有vandal 因為我的啟動點都是這樣 我的啟動點都是這樣 不會是先這樣再接著 或者是先退 可以讓對方晚一點知道 而 反過來 我們在手背的時候 我們可以提早知道 對方的下一步 準備要做什麼 這個就是我們在平常練習的時候 我們先把 比較容易讓人知道的東西 我們先收起來 沒有要讓你知道 所以 我只有轉過來 那他的動作會變成 只有 轉 最高點 然後角度做好之後 接下來就是球的高低 就這樣 變得比較單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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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Safety的話 有幾種方式 現在 教練裡面有幾種方式在運作 一樣是這樣的 還是有 這樣的 這樣的 現在這樣的還有 這樣的比較沒有 那 這樣 這樣的比較多 所以 幾乎都是這樣 所以 幾乎都是這樣 那 我們一般裡面會覺得說 Safety 一開始有講 Safety的話 我們會想說 要快一點到 那是不是 要 點下去的當下 就好 這邊會建議大家是 你只需要把你的 timing 變慢就好 所謂timing就是 棒子出來的timing 變慢就好 原本你可能 很確定要點的時候 你可以 早一點到 然後準備 那你想要 偷點的時候 你想要 你想要 Safety板頭上壘的時候 你晚一點到 你等頭手 踩下去 它已經沒有辦法 再改變球路的時候 再出來 所以是比較慢 因為這個時候 這一個Safety板頭 我們是可以接受界外的 只要我們的方向 往那邊去 我們是可以接受界外的 所以不一定要 像半斗一樣 我一定要讓它進去 我就是要推進那個 要犧牲 這個沒有 這個的話是可以失敗 所以界外沒有關係 但是我需要在15度線 我需要在這個15度線 去運作 那 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不去半斗 不去半斗 不去半斗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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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名是 我們要去Push它 我們要讓它的力量 比較強 往那邊走 的話 會希望各位教練 兩個人一組 去感受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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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喔 如果兩個人一起的時候 你的手 彎曲的去推對方的肚子 如果你是彎曲的 那你是不是要多一個 這樣的力量 那這樣的力量是由手來控制 大家可以試一下 大家可以試一下 跟旁邊的人試一下 當然不用太大力 稍微的試一下 是不是用手的力量去推比較多 用手的力量去推比較多 所以 當你要去做Push半斗的時候 如果你用這樣推的時候 是不是你變成是 打擊的感覺 打擊的感覺 那打擊的時候 你是用手在打 所以它miss的機率是 比較高的 而且你的角度會改變 因為你這樣的話 角度會改變嘛 所以常常會在 敲的時候會出現miss 但是我們換個角度想 如果你今天呢 這個點是固定的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讓它是 用彎曲的話 那你會變成所謂 雙關節的運動 這一個跟這一個它是兩個 所以它有兩個 以撞球來講這叫Kiss Kiss Kiss的比較快 那你只要鼓一顆球 單關節的話 身體是比較直 那你的點是由肩膀這裡 去處理 所以等於是你站著 往前走 忍是往前走就好了 忍去往前走就好了 所以等於你現在如果 如果你現在不許你旁邊的朋友的話 你只需要這樣 然後往前走 它就在移動了 因為你已經有夠大的力量讓它移動 可是如果我只是這樣的話 我還要再出力它才會動 那我們身體的力量 會大過於你手的力量 那我們Push的時候 是以身體的力量 去給予那顆球力量 那只要你把角度做完 那接下來就是往方向走 那你就可以往一雷跑 因為你的方向也是要跑一雷跑 如果會做Push半斗的 一定是右打 因為左打的話 就是它的牽引是半斗 所以Push半斗的話 是放下來的角度 就往前走 就順勢過去 OK 到這邊的話 待會會讓每一個教練去試一下 這裡有四根棒子 可能我們教練的人 可能要麻煩分成四組 那